看得远 看得近 看得清晰 看得透彻 除了分辨空间还有距离之外 眼睛还有个经常被我们忽视的功能 那就是分辨色彩 过去我们都以为有色盲的人 眼睛看到的只是一片充满灰阶的世界 但其实这样的概念并不正确 其实所谓的这种色盲 他们并不是看不到颜色 所以说色盲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名词 就是这个缘故 他们是某一些我们正常人 可以很容易看得到的色彩 他们就完完全全分辨不出来 会这样子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视锥细胞异于常人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视网膜 上头各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视锥细胞 而色盲的人就是其中一种颜色出了问题 透过色彩科学的实验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蓝色盲的人 无法分辨光谱中蓝色到绿色的光 红色盲的人对光谱中的红光没有感觉 绿色盲的人辨认不出绿色 所以对红绿色盲的人来说 最没有办法辨识的颜色 就是红花绿叶了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非常容易看到的 也就是我们俗语当中 所称的红绿色盲的人 那这些人事实上在人口当中比率 如果根据北美地区的统计资料 在男性人口当中占了将近8% 没有办法辨认红花绿叶 那对于红绿灯呢 科学家表示 红绿色盲大多是因为遗传基因变异所致 虽然目前在医疗上头 并没有治疗的方法 但是色盲还有色弱的问题 在生活可能带来困扰 仍然不容忽视